为了展现花莲市百年老街商圈特色及文化魅力 民生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第一届 百年showtime流量王的短片甄选活动 广耀民众和游客到商圈当中 用影音录制创意短片 参加抽奖借以带动商圈活络发展 为了活络商圈 民生社区发展协会向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申请计划 举办第一届百年showtime流量王短片甄选活动 希望透过活动广邀民众和游客来到社区广赏圈 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这边街区 我们的顾问店家一直在支持 所以我们知道商圈是我们经济人命脉 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素 所以我们就努力来写这个计划 提出这个计划让我们的商圈能够更活化 透过各面向的平台来行销 来到街区购买吃的或者是说办手礼 或者是衣服百货来到这边停留 真的是让人回味无常回味无穷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到这个街区 然后透过各面向的行销 好好的再来认识 协会说明主要在百年老街商圈内拍摄 制作成短片标注相关连结就可以参加抽奖 只要你把这个我们街景的照片 有这个背景元素拍成五六张的照片 然后整合成一个影片 那你可以自己上传到看你习惯的平台 像YouTube、TikTok或是IG点数都可以 那只要30秒 然后hashtag我们的标签 我们有这个花蓮市百年老街商圈有够站 跟百年流量网两个 二则一就可以了 那上传之后我们会有活动的网页 去填入你的这个活动的网 影片的网址 那我们就会整合来做抽夹假动作 那我们大奖第一大奖有这个Sony的PS5的主机一台 那二奖的话是Apple Watch一台 那三奖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疆的手持稳定器 还有20名的商圈的伴手礼 等着准备来抽 截起到10月27号 欢迎民众和游客来到花蓮市百年商圈 用影像制作创意短片 除了可以看到百年商圈的亮点 还有机会可以赢得大奖 借了一会欢迎时报道 出发 参加团法 他 师 啊 她 worried 啊 shots 用